一年一度苗栗县南庄山水节将会在10月28日以及29日在游客服务中心来登场 除了让民众以跑步的方式欣赏南庄之美外呢 今年也首次取消了全程马拉松竞赛 让交通管制可以提早的结束 欢迎更多民众前来旅游享受美食 举办进入第24个年头的南庄山水节 从最早的展示活动演变至今成为全台知名的路跑活动 一年一度盛会即将于10月28日、29日周末假日 与南庄游客中心登场 现场准备了木耳黄金鸡汤、油脂肉排等补给 还有甜脆刚上市的甜饰 以及肥厚的香菇等农特产品展售 欢迎大家在秋高气爽的季节来一趟南庄曼城 展开乐活休闲之旅 年28共用彩的那种山山风景区管理处 今年路跑活动报名人数将近3000人 再加上同场加油的眷属亲友 许多人来到南庄县长也希望南庄地区业者们 齐心合力办好这一场活动 把游客的心留在南庄 希望南庄所有的民宿业者 所有做生意的好伙伴 所有的乡亲 大家一起来让山水节办得有声有色 然后来了好几千位的游客 我们能够留住游客的心 让游客想要再回到南庄 为了让民众能更尽情走逛老街 采买农特产办手礼 今年也第一次取消全程马拉松项目 因为全马是这年两年 没有几年来 但是呢 我们的交通冠职呢 都生意点 都生意点是这些游客 就没办法落来 所以初生的犯好过 我经验出七十六的全马 所以我们的交通冠职 才十两年前 除了来插封 插封以后游客 10月28号周六活动 由舞台表演和摊位展示活动 路跑活动是10月29号 在南庄乡公友合体停车场起跑 苗栗县各界欢迎大家一起来 漫步山水南庄